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邱逸营 她在立法院当中有漂亮宝贝的封号 今天呢 她是举办了婚宴的补请 因为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她跟高雄市的副市长李永德 两个人已经完成了公证手续 但是当时邱逸营的身体状况并不是太好 所以一直延迟到今天才进行婚宴的补请 当然 政商名流 不分蓝绿 全部都到场 洗开130桌 来 我们再给新娘子一个热情掌声好不好 快尖叫 立法院小辣椒邱逸营一起露肩白沙 挽着父亲的手走红毯 惊艳全场 现场关盖云集 包括罗文嘉 前官会秘书长邱逸营 也到场祝贺 还有立法院长王津萍 迟花一出台下哄堂大笑 主持人还继续加码亏下去 要新郎官来个爱的宣言 只用动作表现 声积文取代所有誓言 平常在立法院发言呛辣的邱逸营 讲起爱的誓言也卡卡的 竞选场我比较会讲 邱逸营难得在镜头前展现柔情的一面 认识两个人好久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也说两个人真的是因缘天注定 民进党前后任党主席都来献上祝福 化疗后的邱逸营身体状况 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原来去年4月早就登记结婚的夫妻俩 中午补请婚宴 席开130座 何时蜜月不得而知 不过已经被党主席下动员令 要两个人先不准去蜜月旅行 要等参加完113火大大游行后再说吧 年代新闻杨周明高雄报道 好 再见